将门中微子实验 那么利用阳家和台山这两个核电站群产生的 这个数据量最大通量的中微子数呢 我们可以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 测量中微子的震荡参数 研究超新星地球和太阳中微子 寻找直子随便等等 这个方案实际上在2008年就提出了构想 经过7年的准备2015年开始建设 那么大约在2022年完成建设 同时呢我们也预计在2030年左右 升级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双贝塔碎变实验 来测量中微子的绝对质量 并判断它和它反利子是不是同一种利子